There was a man lived in the moon Lived in the moon Lived in the moon There was a man lived in the moon And his name was singing drum And he played the ball 我和我兒子文哲 何時會對顏色特別在意呢 畫畫、買東西 或是好天那天 都會說一句今天藍天白雲 不過說到膚色、人種 我會覺得文哲是不多在意的 當然我就沒問過他 我的想法也不可以作準 等待他見完兩位混血兒之後 相信就會有答案了 Hello,我叫白鑽榮 英文名是Drain,今年九歲 我叫Marco Wagner 中文名是惠健豪,今年十一歲 我的爸爸是亞馬家人 媽媽是香港人 我爸爸是德國人 而我媽媽就是中國人 除了爸爸媽媽 我還有哥哥 我哥哥是在英國出生的 我爸爸就在美國工作 我現在就和媽媽、婆婆、 阿公和細舅父一起住 作家泰國二講過 作家泰國二講過 錯誤就是真理的隔壁 因此嘗試我們上當 如果真理是越變越明 覺得、以為、印象中、感覺上 既定的假設和真實 往往有一段遠距離 一如香蕭 媽皮 怎麼猜到她是黃皮白心 我喜歡在香港 因為可以和一些 踢球好過的人一起玩 我最喜歡吃牛奶麵 我喜歡吃雞蛋仔、燒米和魷魚 我很喜歡香港這個地方 因為每逢我想出街的時候 當我肚子餓又有東西吃 然後再走出一點 就有巴士站或者火車站在我前面 所以交通就很方便 而且去哪裡都會有車去 在巴士上還有電視看 香港人就會和我 我的餐很喜歡幫人 你原廠的女朋友大笑 不是 是不是真心的 是啊 如果十分是滿分香港 你們多少分 九分 那你有沒有去過 就是回過德國 有 去看球 去世界盃 回到自己半個家鄉 有沒有特別覺得在德國 人的心情也不同一點 開心一點 可以回到德國 德國人給你的感覺是怎樣 很親切 有些不懂形容 我知道你喜歡看球 如果中國對德國的話 你說你會碰哪一隊呢 我會碰鑼球 實在想你喜歡哪一隊多一點 德國 那有沒有立志自己也想踢好足球 有 第二天參加什麼隊 第二天參加德國隊 如果參加不到就回來教一些香港的小朋友踢球 你認為你自己對中國的了解多些還是德國的了解多些 應該是中國 對中國 為什麼你這樣認為呢 算歷史來說我還是對中國熟悉德國的 你知不知道孫中山是誰 知國父的嘛 知 就是因為我考試寫錯過 我寫了林則徐 那中國有些譬如有些倫理 尊師重道 孝順父母 那些你覺得 你可不可以做到呢 做到的 德國那邊那些 傳統又是怎樣 你就不太了解了 我不了解那些 那些就不了解 那些就不了解 有沒有興趣想了解的 有一點 那你懂不懂得說德文 有一點 你懂得怎麼說 Guten Tag 厲害 我不懂的 Guten Tag 有沒有一點點想 不如也回一下 爸爸的家鄉那裡 德國讀書 我最想就是可以回英國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回德國的話 又要學德文 在英國說英文就可以了 而且英國踢球好一點 德國也很強的 對 英國那些也很強 但你是看英國球的 是 他其實都很地區 他很容易融入到 譬如中國人一起生活 其實我很特別 我自己覺得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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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想要的葡萄牙壺本 這個是爸爸 帶來那個是媽媽 下面這個是我 這個是五九公 你好 你好 這個是五九公 這個是五九公 這個是二九公 這個是五九公 這個是六公 這是香煙 我婆婆的姓名 我婆婆的姓名 是我的姐妹 什麼呀 是小弟 我也是 小弟 這個是六公 這是六公 這樣子 這個是青公 這是六公 這是六公 這是五公 這是六公 這是六公 其實我覺得他跟其他人沒有什麼分別 不過可能外表真的一看到 他就知道他不是一個中國人 我們現在就帶了他 親任權 親一人就帶了他 龍劍華 再上一任呢 港督 很厲害 彭定康 那你現在香港也是中國的一份子 但是中國不是你的主角 一半 你剛才唱國歌的 子賴子賴 我們觀眾一時貌 絕對人地跑過前戰 絕對人地跑過前戰 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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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關不關心香港社會發生的事 當然關心 外國新聞發生的事 你哪個人關心多點 香港 為什麼 因為現在差不多看報紙 都是看中文報紙 而且多數都是看港文 體育那些 如果可以做星期和彈國歌 那個最好 香港生活很多中國的節日 你最喜歡過什麼節 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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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得這麼好嗎 新年 我想到的 其實 有 有 有什麼 豆 有 荔 荔 你有沒有去過牙買家的 沒有 如果讓你選 你想不想去牙買家看看 那牙買家有什麼食物 有什麼食物 出名的 沒有 你家裡呢 筷子 筷子和刀叉都可以 都可以 那你呢 我也是 筷子又可以 刀叉又可以 那你喜歡哪一種 刀叉 刀叉 真的拔一拔一拔 又不用腳又不用夾 是吧 最方便是這樣的 那你知不知道說牙買家文嗎 當然不會 牙買家文這字是怎麼寫的 不知道 都不知道嗎 是筷子 你家負責 搞什麼啊 爸爸 叫他教你兩句 起碼 就是叫你的名字 或者你 怎樣叫爸爸 怎樣叫媽媽 想不想學 不太有興趣 我當然看他 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孩子 就是沒有什麼其他東西 你從來跳中國文化的 中國文化 快點吃吧 我是咖啡貓 我的好朋友是Embron 他現在在吃芝麻 這個是我的 這個是我的朋友 他跟我的好朋友 看什麼好處 就是 我好喜歡 我好喜歡回團區 因為有我的好朋友 Embron在這裡 這個是一個食物 這個是一個重大 好像一個重大 平時跟哥哥說中文 跟爸爸說英文 你記得爸爸多久 Kerry Strong 我好喜歡 很可愛 他自己經常覺得自己很英俊 我喜歡照鏡 本地非華裔人口大約有百分之五 一般香港人比較少機會 跟外國人相處 於是容易產生黑板印象 覺得白人聰明一點、有錢一點 客人就會樣樣都差一點 間接令到白人享有更多的機會和優勢 相反,一個多元社會 大家經常接觸不同種族 明白到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 用腐蝕規類,沒有根據 更加不可靠 由今天開始,上司拋開成見 吳南發現,無論是偏白還是偏黑 他們跟我們一樣,一樣熱愛香港 熟悉香港 剛才跟建奴和俊榮這兩位混血兒的小朋友 聊過一段時間 他們除了種族不同,膚色不同 但他們兩個有一個共同點 都是在香港出生,土生土長 能夠說流利的廣東話 我們想從他的學校生活 或者在他的社交圈子裡面嘗試找一下 究竟在他們成長的過程裡面 會不會遇到一些不開心的事情呢 原來發覺是沒有的 由此證明,在小朋友的社交圈子裡面 膚色和種族並不是成為一個社交 或者是溝通的障礙 如果將來別人問你是什麼人,你怎麼回答 我是一個中德的混血兒 即是很明確的 這個說法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還是爸爸媽媽教你 自己想出來的 你怎麼知道你自己是一個混血兒 媽媽說的 那你會不會覺得自己特別一點 會嗎 我跟平時的香港人有一點特別 我覺得 就是樣貌方面 對 就是覺得除了樣貌之外 其實你也是一個平凡人,很普通而已 對 黑色、白色 小朋友的世界是非黑白非常清晰 黑色、白色 但人的世界黑白之間還有灰色 你相信絕對的黑和白 還是早就認定這個世界一直都是這麼複雜 那你來選朋友 你選什麼類型的朋友多? 沒有,沒所謂 就是玩得融洽、玩得開心就行了 不論國際? 是的 你也有很多朋友 我們玩得很融洽 尤其是特別是讓女同學受歡迎一點 有一點 有一點而已 有一點 你的樣貌有點像德國人 會不會帶來給你有什麼方便 或者不方便的東西 有,有一點 有些人會走過來 說有時突然跟我想拍張照片 又或者有時問我 你懂不懂說中文 之類又不問其他人 有時買東西 有時別人就看到我的樣貌 然後就說 收便宜一點 你剛才說了一些好處 賣東西給你也便宜一點 有些地方是讓你難堪的事情 我有一次就去下面公園踢球 就是在樓下公園踢球 之後就有些人在踢球 之後他看到我 就說我也想踢球 但是他就不知道我懂不懂說中文 然後就 沒有跟你說 對 如果你遇到這種事 你會怎麼跟他們說 你說你懂得說中文 還是會去別的地方 那我算了 我會跟他們說 其實我是懂得說中文 他很容易跟我們打成一片 沒錯… 打成一片 打到的暗器是撕人 現在撕著我們 沒有啊 哪有 他很乖的 上課那集不會聊天 他很乖的 他真的很厲害 他很厲害 很帥 很帥 很好人 Marco喜歡了 Marco喜歡羅秀恩 我在工作上 我其實有時候都會接觸到一些國際學校的學生 其實他們都是 可能是比較活躍 活躍一陣 他們的文化始終跟我們中國人不同 所以我覺得 不如讓他嘗試在 在比較傳統的小學那裡讀 那讀一下他又覺得很開心 你手指沒什麼 剛才媽媽說如果她喜歡聽的歌 她會叫你找個譜譚給她聽 我會 那你彈過什麼是因為媽媽彈給她聽的 《二千年之戀》 現在來說 其實很多人都稱讚她多 譬如說 你很有趣 很可愛 她會覺得自己 我是漂亮的 我是漂亮的 她會覺得會是 咦 每個人都說我漂亮的 可能她會覺得有一點點 像著這件事 但其實小朋友 我又覺得不會的 她不會說因為我漂亮 我可以得到什麼 她又未至於會這樣 你說如果再大一點 我想相信其他的 跟她接觸的朋友 我想大家的年紀 如果差不多 就沒有說 因為她的樣子是特別一點 她又會有優越一點 她這樣也很漂亮 麻煩你了 謝謝你 然後還有黑色的手袋 這樣就非常好 我的心裡 還有這味道湯 阿仙羅沒有出道亨利 竟然出巴迪斯納和艾迪巴藥 如果在教學上 他們還沒認識你 看到你第一個感覺 會是怎樣的呢 會不會離遠地看 你偷看你 不會 一聽到你懂得廣東話 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很少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你會不會好奇 有時候好奇 爸爸媽媽 就是不同種族的人 怎麼相識 會不會好奇 不會 為什麼 因為兩種是很普通的 因為可能有其他人都是這樣的 你覺得你自己的外表 就是你的外形 會不會帶給你一些好處 沒有 有些不識的人 就問我們 可不可以一起玩完之後 你也不像我們的酒吧 這個情況普不普遍 是不是會經常都發生 不再經常都發生 偶然的 她的頭髮有多厉害 她拿點頭的腹部 她的樣子很快 她的名字不是真的 1 2 3 4 我自己不想說 沒有刻意去包裝的東西 我又沒有特意去跟她說 總之我就是平淡地處理 別人這樣 別人見你英俊 就多看兩眼 大人世界 我們每認識一位新朋友 會關心她來自哪個國家 會留意到她是黑人 白人還是黃種人 相反小朋友的世界 大家不介意你的皮膚是什麼色 不會在意你來自哪裡 因為小朋友只要溝通到 就能玩得來 所以童年滿宴都是簡單 純真 天天都是陽光燦爛 不會寫 我跟我 我也不會寫 你覺得難不難 是十分難 好 好 我們現在再一題 兩題 善不嬌百不女 霍亂X菌 同音字也可以 同音字也可以 搞定 其實小朋友世界很簡單 他們沒有什麼歧視的東西 他也沒有什麼黑板印象的東西 對他們來說 這個世界不會分我 你 他 但是在他成長之中 特別在六七八歲的時候 他慢慢會接受不同的事物 家長 電影 傳媒 慢慢會學習到 有些人和我不同 有些人有些錯誤的印象 灌輸給他 他就會覺得有些人 比他差 或者比他不好 其實做爸爸媽媽媽 應該以身作則 首先不要有些歧視的行為 或者觀念 應該正確告訴小朋友 什麼是公平 什麼是歧視 第二就是有研究指出 如果小朋友 多些接觸不同的人 例如一些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宗教人 他們對於這類人的歧視行為 會慢慢減少 所以其實家長在這方面 如果做多些功夫的話 小朋友在歧視行為方面 會慢慢減低 人體需要紫外線 但是過多又有害 所以要靠黑色素來平衡 在陽光充足的地方 腹色偏黑可以保護身體 相反 陽光比較少 腹色偏白 有助吸收紫外線 製造維他命D 換言之 腹色只是人類進化過程中 為了適應環境而形成 做自己 愛自己 腹色不是標記 亦沒有分上等 定下等 你的頭髮都挺嫩 你喜不喜歡這麼嫩的頭髮 我喜歡 那你滿意自己的外表嗎 對 我自己也很喜歡 嗯 不錯 那你滿意在哪裏呢 滿意在… 即是你覺得自己 OK啊 還是覺得 哇 真的很英俊 OK啊 能力做得到的 都當然希望可以 讓他出去見識一下 我知道這個兒子 就很喜歡四位學位的 哪裏他都想去的 其實如果以我自己來說 我都希望他可以 回到英國受教育 那更加不需要擔心他的英文 第一 國際語言來的 英文是 最主要都是 其實都是自己的身份問題 那爸爸是外籍人 是吧 你自己也是一個 半個外籍人 可以說 護照也是自己外籍的 那更加應該要是 就是拿著你自己本身的第一語言 我覺得 我自己就是 是偏向 就是比較穩定的 那我先生就 不是很介意的 他覺得 就是好像以前 他覺得 可能他去那個地方 他覺得是很舒服的 他就可以去那裏寫到單 但是因為現在 有了Marco 那不可以 我喜歡住在這裏 又住在那裏 就不可能 我經常跟他說 我說他始終都要受教育 那如果我們決定的 他想去英國 我覺得英國也是一個地方 也是OK 那 他喜歡英國 那就會去英國 我們不會說 我們鋪一條路給Marco 因為最重要是他自己喜歡 其實讀書哪裏都可以 香港其實都可以 那你覺得香港 不算是種族歧視 其實我覺得那些不算歧視 可能是 認識得少 或者不熟識 等於你 就是那樣東西 就是掌握不了 或者不熟識 也會有些抗拒性 例如廣告 可能那些廣告 可能那些廣告的人 都不會找些客人來拍 都是不白人 所以見得多 那我就覺得好一點 通常都是電影 都是白人拍的那些多 所以他印象可能 那些白人是聰明一點 就是說見得多 習慣了之後 硬著就問他 根本顏色為一個問題 是接觸得多一點問題 是有些抗拒性的 有些抗拒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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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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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的